我觉得留不住的人始终是留不住的 对 你看一个是想要做自由的小鸟 想要飞 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一个呢 我死活不让你飞 我哪怕做一个牢笼 做一个笼子也把你罩起来 没用嘛 就是你所有的强人所难 所有的对他的管理 都是你自己在瞎想 他不想让你管 说白了本质就在这儿嘛 什么压力啊什么的 说到最后就是你不想让他管嘛 管太多了嘛 而且你用这种叙叙叨叨的方式管我 是吧 你呢为什么用叙叙叨叨的方式管他呢 因为你没别的办法嘛 你觉得自己也不够出色 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够去 长久地挽留住这样的一个姑娘 最后你就叙叙叨叨叨 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付出那么多 一个一个的牢笼 做成一个笼子 关不住他的 谈恋爱只看向结果 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恋爱这件事情 其实过程是很美的 每一个当下是很美的 但是你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为了 在老是考虑我们未来结果要怎么样 所以反而放弃了我们当下的那种 很好的生活 或很温暖的生活 你让他弄得压力很大 你自己也弄得很痛苦 你们现在这个恋爱没谈好 还谈什么结果呢 结果不是这么谈的 就每一个当下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当下最后组成了你们的人生 所以当下的美 可能才推向于你们的结果 结果这个东西 你说你去计划它 你也年纪也不是很大 比如说我吧 我现在都很难计划五年之后的我是怎么样 时代发展太快了 你根本想不好的 每一年我们的事业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年我们的科技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年社会都在发生变化 他大学没毕业呢 你就已经计划好 跑到你那边来 你们俩在一个小单位里面 然后一起干活 那单位万一明年倒闭了呢 对吗 计划不好的 他飞走了你还会有别的人 他飞到别的地方去 还会找到别的男生 但是你们曾经有过的那一年时间 现在这个当下是属于你们的 不好享受这个东西 老想着有的没的那些东西 有什么用呢 男生我真的要跟讲一下 就是共赢这个事 谈恋爱就是你开心的时候 我也开心 不管我是付出也好 你是获得也好 我付出付出的很开心 而不是我很痛心 这叫付出 这叫爱情里面的付出 所以你把你 我对你的付出是我的牺牲 你的获取 这就不是爱了 记住我这句话 学会用共赢思维去谈恋爱 你们这场恋爱参谈的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琦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